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房车情报 我是小秒 不到15万就能到手的原装全新纯进口房车 你敢想吗 一个字 绝 有的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了 这是一辆拖挂式房车 没错 今天要给您介绍的就是 阿迪亚艾维360DD款房车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车辆的外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简洁大方 那阿迪亚的logo更是给整辆车的观赏性提升了一个档次 整车长度是4米14 宽度是2米09 高度是2米58 整车采用爱科的底盘 车体质量比较轻 整背重量是700千克 对牵引车的要求比较低 家用的2.0排量以上汽车都可以轻松牵引 但是前提您得有C6驾照 这是试电接口 旁边是净水箱的注水口 容量是50升 后期因为进口车水电的配置并不高 后期您有需求也可以选择加装电池 车尾的窗户透窗性是非常好的 您在车内休息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到阳光沐浴 下方是刹车灯行车灯与前车同步 然后上方是有一个驻车扶手 OK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车门开了 但是又没完全的开启 这个两端式的设计 就是为了防止儿童 宠物可以从车里逃逸 但是这样的设计 就可以让我们更加安全更加放心 一进入到车内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它真的太宽敞了 比普通的自行式B型房车要大上许多 虽然外观看上去它文文弱弱的 又小小玲珑 但是内部空间真的完全够用 朋友们 现在我已经坐到了私人的对卡座沙发上了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商品车 它保护膜还没撕呢 非常的新啊 透过保护膜我能看到它是布衣的沙发 我推测长时间乘坐也不会觉得累 应该会比较舒适 这个对卡座沙发 如果把茶几向下降一些之后 可以变成一张2米×1米3的双十床 睡一个大人一个小朋友没有问题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 是咱们拖二方车在行驶中 是各项内不能做人的 值得一提的是 整车都添加了非常多的组合吊棍 这个吊棍的加入呢 让我们的一些小物品 比如衣物啊 饰品的存放都变得更加便利 车内厨房啊是占用了一个不小的空间啊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体式的操作台设计 那整个水龙头呢 也是折叠式的用水也是比较方便 包括啊造台支持两台过具同时运行 烹饪美味佳肴啊变得更加快捷 下方呢是安装了一个80升的房车专用车载冰箱 那旁边呢是一个超大的储物空间啊 有网块固定的架子 而且呢你的调料品呢 也再也不用担心无处安放了 与车内厨房相对的呢 是一个超大的衣橱以及暖风机啊 衣橱的容积不小啊 可以看啊挂下一些比较长的风衣都不成问题 下方呢是一个特鲁马的暖风机啊 冬季取暖就全靠它了 站在卫生间里啊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无论你是什么身材的人 都可以在这里啊洗澡如厕 卫生间呢是采用了可旋转式的合适马桶 包括吸收台的大小啊都非常够用 然后呢270度三面都是安装了梳妆镜啊 可以全方位照亮你的美 包括呢非常贴心的有浴帘的加入啊 让你在洗澡的时候不用再担心弄湿其他地方 坐在车尾的这个双人对卡座沙发上啊 可以发现窗户是通透性非常好的 您坐在这啊欣赏一下阳光啊欣赏一下夜色啊都是非常美丽的 包括啊这个茶桌呢是做了个升降的处理 同样啊您把它降下去之后啊可以拼成一张70公分乘以2米的单人床 睡一个瘦子或者睡一个小棚呀都不成问题 那前方啊双人床可以睡两个人 后方呢可以睡一个人 那一家三口的出行啊居住问题啊都完美被解决了 那这辆艾维360弟弟呢就带大家看到这里 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啊 优点啊有什么啊优点就是啊车子不贵 而且啊空间很大可以满足啊一家三口的出行需求 但是啊同时缺点也是有的 那就是进口房车的通病啊水电配备不是非常齐选 但是啊因为车子便宜后期你还可以选择加装嘛 现在呢这辆车优惠完的价格呀只需要13万吧 怎么样您心动了没有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我是小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